Hello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晚期是今天10月31号下午 进行的致运会男子团体赛的第二轮 由黑方王信号对战白方十月 那王信号和十月的话 最近的这个状态其实都还行 不过这个如果说找一个这个参考目标 比如说用丁浩来做参考的话 那王信号前两天输给了丁浩 在个人赛上面 十月是赢了丁浩 因为最近丁浩的这个状态确实非常爆棚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 十月甚至于说比王信号的状态要更好一点 好我们来看这番棋的实战 开局黑棋新小木白棋错小木 然后连续的挂角 白棋也是连续的小尖 黑棋单关跳 手脚白棋二肩地甲 接下来黑棋在小尖 飞一个拿住脚空 黑棋跳出 高柴 然后直接照过来 白棋飞刺 下手棋 黑棋这手靠呢 那很明显了 就是先手防住白棋这里的冲断 再冲的话刚好双虎 等白棋挡住的时候 黑棋再一冲 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就补好了 上边的冲断不成立 左边的冲断也不成立 因为你打持着它粘上 左边白棋得补 外边黑棋直接来一手跳夹 就可以把棋径给看住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高一段落了 接下来白棋点三三 右下正常的定型 然后再三间低夹 黑棋这个地方的选择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这种反夹 先为右边 实战黑棋是大飞出头 这个选点也还不错 如果说白棋爬一个 再爬收根的话 黑棋就顶住 这也没什么 因为不怕断 断上来的话 直接打持冲出去 再挡住 再断打 各种断打之后再一场 脚上要吃白棋 外边压一手 又要针子 又要这个 把白棋外边两颗起筋给拍死 这样白棋就烂掉了 所以说这样走的话 大致就是白棋拆 然后黑棋大跳一手 又压缩白棋 又补断 也是两分的局面 实战白棋贴起 强调出头 那黑棋挡下去做根据地 这个地方 由于黑棋已经处在这个 拆二的状态 所以说白棋如果搬的话 那黑棋就断 也不会吃亏 搬沾就补断 长一个就继续挺透 盖住的话就往脚上飞 这个反正就各自做活 最多也就是白棋 这里二路夹 打拔之后 黑棋小尖 再补一手 稍微让白棋有些搜刮 仅此而已 实战白棋长一个 那这个地方就是打算走后 黑棋贴住 这个时候再搬 黑棋断 像这种双方背靠背的棋 其实 如果说这个气比较紧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两颗子 三颗子的时候 这个二路搬沾始终是要点 AI的一选也是这个搬沾 因为关系到气 关系到眼位 还有这个后薄 因为黑棋被搬沾之后 直接有个断了 等他补的时候呢 白棋可以顺势拆盖 底下再挺投 白棋再拆个三 反正这样两边都能围 黑棋外边还得再补 白棋还不错 实战白棋长一个 被黑棋搬沾到 那这个胜率也是逐渐下降 接下来白棋打持连续的贴出 黑棋也是连续长 然后白棋往底下补了一手 这手棋补的很怪异 感觉 就按这个棋型来讲的话 肯定是应该补在这 这个也是AI的一选 因为虎一个没有任何毛病 走在这的话 最起码以后黑棋有这个穿枪眼 你沾他冲 扳头的话再一夹 底下你也得组都 不然的话会被黑棋先手扳过 那黑棋再跳一个 这个白棋的根据力会被全部掏光 所以说这手棋补的位置并不是很理想 接下来黑棋往左边 拆二 白棋三路拖 这里也是有这个弃子的打算 比如说黑棋扳 白棋扭断 你要是就这样 长一个打吃贴珠 吃两颗子的话 那白棋上边拍一下先手 就等于说把这个外边两颗旗金 已经给他联络了 以后像这里的二路夹 打吃都是先手 不过现在交换不到 白棋可以先往底下二路飞 让黑棋这块棋再去苦活 这样弃掉的话还非常不错 实战黑棋长这个 反正还是瞄着白棋这个大飞的断点 等你搬起来之后反搬 虎一个 因为白棋如果沾或者说走其他的 被黑棋一飞 这个棋两颗子就被割下来 白棋被迫虎在这 黑棋断吃 然后白棋沾上 接下来黑棋往脚上飞 作火 那白棋还是要在左边去做根据地 贴住 下一手棋 黑棋单拐是非常干净的补棋 虎一手的话呢 白棋可以扳啊 你如果说这样去把白棋扳断 那他断打先手沾上 你再打吃他长一个先手 回过头来再打 黑棋上边这几颗子呢 还没有吃干净 以后白棋沾上 又有二卢斑 外边又有出头 这里还会留下来一些味道 那黑棋拐在这呢 虽然说幕术不是最大的 但是味道最好 白棋打吃 然后黑棋往中间 拐头也是非常厚实的一手 这样的话 基本上 左边这半盘 已经可以高一段落 接下来的重心 就在于 黑棋右边这里 到底能围出多少目数 接下来白棋选择搬 黑棋反搬 白棋再长 其实下到这儿 黑棋的这个局势啊 胜率啊 都还挺 不过下一招棋 黑棋围在这儿 是有些过分的 黑棋的这个思路 就是通过攻击 右边自然成空 不过这个棋 跟右下角的 这个缺口有点大 所以说AI的选点是 一选啊 是走在这个大飞的位置 非常不错 又防一手 右下角的断 而且白棋如果说 不补的话 以后这里的跳刺 也让白棋浑身难受 这一次之后 眼位瞬间变差 你要是补这个跳方的话呢 黑棋再去这样围 就能好很多了 这个就扎实不少 所以说这个点 选择是恰到好处 实战黑棋非常积极 撑到这儿 结果被白棋 下出了一选 点在这个位置 可以说是 点到了腰眼上面 这一点之后 黑棋就有冲断 白棋再来的时候 点次 一边威胁黑棋的断点 一边寻求联络 那这个地方 黑棋也没辙了 如果说你这样 靠断白棋 依然是围住边空的话 那白棋咔嚓一段 脚上黑棋要死 你断的话 他打了之后沾 黑棋还是要被吃 这肯定转换不能接受 实战黑棋 老老实实沾上 然后白棋再连回 这个地方 黑棋的空直接要漏掉了 那接下来黑棋下出了这一手碰 只能说在这个局部而言 黑棋的这个手段是比较犀利的 但是从整个的这个战略来看的话 这个黑棋还是有点勉强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手棋能不能挽救这里黑棋的颓势 这棋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白棋往底下扳 黑棋可以往上边扳 你断打他打持 沾上的话 多了这两颗子 白棋右边这三颗子的联络就成问题了 黑棋可以先往四路飞一个 看你敢不敢跳下去 你要敢跳的话 黑棋一手棋飞回 又联络又切断白棋 这个要对白棋展开反杀了 那你不敢跳下去 你跳回去 黑棋就小尖连回 右边的空也能都围住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往底下扳 会影响到白棋右边的联络 实战白棋往上边扳 那黑棋往底下扳 你断打他打持 白棋再站 那现在黑棋这两手棋的作用 就是方便于在底下做根据地 以后这一打一战都是先手 基本上是火棋 所以说这里的碰还是非常巧妙的 当然也间接的反映出 白棋之前这个四路大跳补棋 位置严重有问题 如果说是虎在三路的话 就没有这些事情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黑棋往右边拐一个 白棋跳下去 然后黑棋再飞 因为右边有个二路拖过 底下打了之后 沾也可以做活 所以说黑棋根本不怕 这块棋已经安定了 接下来白棋上方逼住 因为在右下角这里的定型 白棋获利不少 掏掉了很多的空 所以说现在这个局势呢 又慢慢的接近了 接下来黑棋肩顶白棋长 黑棋再往中间压过来联络 然后白棋脚上一点 这个棋黑棋应该是无法忍受 沾上被白棋这样搬便宜的 这个太痛苦 所以说黑棋选择小肩 强行分段 这个棋白棋现在冲断的话 没什么用 不会被黑棋一手棋贴死 是这样白棋立下去 那黑棋沾一个 这样白棋虽然说脚上死掉了 但是边上这个空增加不少 再往里飞掏空 然后黑棋往右下飞 想要吃住这个尾巴 白棋先来手一路扳 麻一下黑棋 这个棋黑棋确实也不敢 默然打上去 你要这样跟白棋开截的话 一旦打输 底下这条龙 黑棋还是没有活的 这个要注意 所以说黑棋直接脱回了 求稳 然后白棋冲一个 双一个 这个地方黑棋如果冲断也没用 因为你三颗棋筋也会被白棋断开 首先这三颗子跟白棋这个双满凳杀 已经杀不过了 然后外边打持也没用 打的话白棋可以沾 你这个地方断打白棋跑 你是争不掉的 白棋阵子有力 所以说这二没棋 实战黑棋就顶住 把右边全部连回 白棋咔嚓一段 接下来黑棋再往上边掉一个 其实从这手棋看出黑棋对于局势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然的话完全可以再往上来一路 这个四路打入也是AI的一选 反正白棋也封不住嘛 这样能破的更多 黑棋觉得掉在这儿 把中间围一围就够了 那接下来白棋右上挤一个 黑棋团住 上边一靠 黑棋一搬 断的话肯定不好啊 断的话 主要被黑棋这么一顶一打 再一打持呢 白棋太痛苦 这个空要被压缩到二路去了 然后黑棋中间全部围成 所以说白棋选择下力 黑棋长一个 白棋打持 把这个地方给收掉 黑棋这个时候来一手上边的冲断 白棋不能鼓在这儿啊 不然的话被黑棋一打 然后上边一打一断打 就穿下去了 这个肯定不行 所以说白棋打持 黑棋左边断打完之后 白棋提 黑棋再长 这样总算也是把中间围成了 这个棋慢慢就要进入关子了 接下来白棋左下靠一个 黑棋长一个先手 顶住先手 再断 这个断也是为了等会儿方便于 这个像这种打持 能够扩大眼位 白棋走的也是非常满 直接立到这儿 黑棋也是看清死活 选择在上边唬一个 然后白棋断在脚上啊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局部守进 黑棋打白棋再送 这个手段 就让人想到前两天 丁浩跟黄敬远 在这个男子个人赛的决赛上面的 那个手段 也是丁浩下出来的 就是连续的送 这个连续的送跟周围的气和眼位 是一定有关联的 就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黑棋从这儿打 味道最好 那白棋等于说上边就先手不好了 他可以脱先了 就你黑棋再去反打度过的时候 白棋往这儿一断打再一扑 就让你这个尾巴连不上了 因为你这样的话就直接被白棋全部打死 所以说从这儿去抱持的话 这个白棋就可以补补了 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那实战黑棋往这儿打 白棋立下去 黑棋再贴住 还是瞄着上边的打断 逼迫白棋必须得补齐 不过这样呢 以后白棋向这个往五路虎一个之类的 全是先手 黑棋这里的气紧了一点 味道差了一点 然后接下来王信号下出了这手碰 这个也是AI的一选 这个棋很厉害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就知道原因了 白棋先脱先在左下 二路脱 这个给黑棋做这个死活体 黑棋扳白棋拐回 接下来黑棋底下打了之后沾 这个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也不用怕影响眼位 因为足够活 白棋扳断 黑棋打了之后 刚好这个刚才断了子 派上用场了 打了之后 再往抓一虎 这个活棋 因为白棋如果点杀的话呢 向黑棋底下的一路打先手 另一个先手 马上要从二路打吃白棋 这个白棋得联络 然后黑棋往里边再一站 直接两眼火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实战白棋直接联络 那黑棋打了周立 还是活棋 白棋扑死这两颗子 黑棋再一站 这样白棋搜刮完之后 再往中间搬出 这个地方又是想给黑棋挖陷阱 不过棋 其实黑棋就算断打的话 应该也没问题 就断打的话 白棋粘 黑棋可以把上边这里搬住 封锁 白棋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通过这里的棋子锦器 右边这个挖毡是先手 这个关门吃你得补 然后可以把黑棋右边给挖断 不过黑棋只要虎在底下 这块其实活棋就行了 走在这儿 马上还要冲断白棋的这个双板凳 因为这里被黑棋冲断的话 黑棋对杀有利 那白棋联络的话 黑棋底下一站也是活棋 所以说这里基本上上不了当 实战黑棋还是比较稳的 搬在这儿 白棋粘上挡住先手 白棋再一虎 黑棋把上边一围 接下来白棋往脚上虎一个 黑棋打持 白棋从中间跳进来掏空 黑棋再跳一个 白棋再尖刺 黑棋补棋底下一窗粘上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胜负还很难说 就看谁犯最后一个失误了 接下来白棋往左边 小尖掏空 这个这样又可以爬回 又可以虎过 黑棋打了之后 挡下去 白棋挺投 接下来黑棋二路冲 下一手棋是改变整个胜负的一手 这个棋白棋度过就不是很好了 这个棋应该贴起来 贴起来的话 黑棋如果说 这个如果直接就站在这 然后让白棋度过 这样他里边还得再补这个断打 那黑棋就非常差劲了 黑棋肯定是要阻度的 比如说斑 那白棋可以考虑铺结 而且这个结是不用去找结彩的 直接等黑棋提的时候 一打就行 因为这个棋 黑棋如果粘的话 被白棋往这一段打 黑棋整个都要死 他这已经接不归了 往脚上这里打吃长气的话 白棋提了之后直接收气 是比黑棋的气要多的 所以说你这样一扑一打 黑棋不能粘 他只有往脚上去打吃 那白棋提掉 黑棋再粘上 虽然说这个白棋 左边这四颗子死了 但是呢 把黑棋中间 靠近中间这里的空给穿掉了 以后还可以继续往里深入 然后又可以先手去收起拉关子 比如说右上这里的粘 黑棋得一退 这样的话 整个转换 盘算下来 还是白棋比较转 那这样可能白棋有赢得希望 那实战白棋选择的是度过 不想弃掉这四颗子 被黑棋一冲 粘上 那这样的话 这个黑棋已经 拿住稳稳的优势了 然后白棋右上一粘 下方二路打拔 黑棋再往左上角冲 底下一冲 虎一个补棋 白棋右边顶住 黑棋连回左下这两颗子 白棋双 右边再粘 白棋右上冲了之后 中间冲 断 黑棋打持 这个棋白棋 左边的反正这个木属 还不能全部拿住 比方说白棋在里边 乘一个 打持一下 再来手尖顶 黑棋立 那你这个老虎口 必须得粘了 你如果这样围的话 被黑棋一扑就死 这一扑之后 直接收气 这个白棋就粘不上了 那你得粘这个 粘这个 黑棋可以跳到 这个一路去 收空 因为你不能挡 挡的话 被黑棋打击不归了 你只有走这 黑棋可以再掐在这 这个收的还是非常爽的 所以说实战 白棋就直接往一路跳了 黑棋扳一下 白棋上边团住 这个地方 黑棋当然也不会选择 铺这个 去吃白棋 这几颗子 因为被白棋这样打吃 穿掉 又变成刚才白棋 比较满意的一种变化 这个转换 白棋还可以 比如说黑棋往脚上断 另一个白棋打 黑棋粘 白棋粘 后面就是小关子了 没什么变数了 棋盘棋最终下到 黑棋左边粘的时候 白棋认输 因为要继续下的话 白棋还得再补 不然的话这个左边有一手一路打 厉害的也在补 收下去就是黑棋右边打吃 把这个先手关子 以及比如说上边粘 这里的逆收关子再收一收 差不多黑棋最后能收到 至少磐石 有可能磐石一左右 这样白棋铁定是没办法翻了 这一盘棋的话还是比较的焦灼 这个 无论是谁领先的这个时间都比较少 那一开始在这个底下的定型呢 可以说黑棋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就搬战到二路 这个眼位比白棋要好了不少 而且白棋补棋的位置不太行 不过接下来在右边这里为大模样的时候 这个黑棋刚才死撑的这一手有点太着急了 撑的太满 结果被白棋连续两手点刺 让黑棋也是痛不欲生 这个空被掏掉 白棋还获利不少 接下来进入到细棋的局面 最后这个白棋的失误 就是在左上的这个关子 其实是有一个这个扑了之后断打 弃掉左边这几颗子 然后杀到黑棋中间掏空 可以形成一波转换 这样白棋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实战白棋判断失误 没有选择弃子 被黑棋围住之后 后面的小关子 白棋就无力挣扎 好 那裁判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